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没到时间 好像是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 webinar的内容 稍等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确定是开始 好的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 能露2023年的这个中文的 网络研讨会 还是非常高兴能和大家 在海还在这个直播间里相见 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 这个ASOPS系统 就是一部光学一部采样的系统 在开始主要内容之前 还是关于介绍一下 MeloSystem公司 我们的公司呢 是在2001年的时候 从合国马普量子光学所 分出来的 然后公司的创始人呢 是在05年 因为光学评理书技术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Ted Hunch教授 以及他的两个学生 Michael May和Vanad Horsworth 那Melo当然是 以光学评理书技术 文明的一家企业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不只是 不是光学评理书的内容 我想介绍一下 其他的几个几个产线 然后这些包括除了频率书以外 还有超稳激光器 非秒光线激光器 集成了光学频率书和超稳激光器 以及其他的CW激光器的量子激光器系统 以及比如说放到天上去的这个光学频率书 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一部光学采样系统 当然这个也是和蔡赫兹 CW激光器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系统 今天呢除了我作为主讲人之外 还有惯例友们还是请到了几位嘉宾 首先是Melo 德国那边ASOS系统的这个专家 Martin Mandu的博士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经理 傅林彤先生 同时呢他也是Mogglass的激光器 在中国地区销售的负责人 最后呢是我们的 Nelo中国的总事长 周普先生 抱歉啊 周普这里我忘了打博士这个头衔 非常抱歉 然后呃 今天呢这个主题就是 呃高速的呃光学采样 呃同步问题 实际上要讲的是这个 一部光学采样的这个系统 主要内容呢有这几部分 首先就是说一下非秒激光器的呃同步 呃重频的同步 然后呢 重频同步的这个锁向电路 呃接下来我 我会延伸到这个呃一部光学采样的系统 然后它里面的两台激光器的重频是怎么核定的 还有这个它作为这个一部采样是怎么来采样的 还有关于这个实际的这个紧凑型的一部采样系统的一个简单的视频演示 最后会有几个呃呃 最后会有几个呃关于呃 一部光学采样系统的一个应用 主要是一些动步探测的一个应用 呃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这个非秒激光器开始 呃可能会有人问就是说这个非秒激光器 它已经是一台啊 锁磨激光器了 它的重频频率 比如说它是多少兆 一百兆就是一百兆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看的更细的话 它的重复频率还是在变的 这个变的原因呢 它是由于啊 比如说这个振动 声音等等这些啊 噪声传到了这个激光器的枪上 相常的变化呢 当然直接影响到了这个非秒激光器的重复频率 另一个呢 由于温度等等这些慢变的这个环境因素啊 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啊 频率有凝度 呃所以呢 我们希望把它的这个重复频率同步到 或者说是锁定到一个嗯 外界的一个参考 假如说啊 举个例子说一个原子中 那这个参考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一个频率参考 那我们这个希望把它把激光器的重复频率也能达到一个啊 这个这样一个肯定不变的一个一个效果 那就是这个重频锁定的激光器 它呃有哪些应用啊 实际上这个这边举的这些应用是呃 ASOS系统的一个应用啊 这一部采样光线系统的一个应用 呃 这边写的有点问题 那我就直接说这些应用呃 一个是这个超快呃 十余光谱 当然这个是非常大的一块 第二个呢就是太赫兹呃 十余光谱 然后还有这个后面我会说到的一个频秒超声呃 探测的一个应用 以及还有最后的这个时间分发系统 这个这么一个应用 当然说到这个重频锁定的激光器 那实际上它的应用不只是啊 下面这四个呃 一部光学采样系统的应用 嗯它还有比如说啊 作为很多直接的这个材料探测呀 或者是啊 甚至量子计算呀 或者是等等等这么测距等等这些这些应用啊 不光是呃下面许的这四个ASOPS的应用 呃 那为什么要锁定存物频率 刚才其实也说了 呃 呃因为 噪声啊 震动等等这些因素 会直接影响这个 当场 哦 这边已经好多问题开始开始来问了啊 刚才刚才刚才忘了忘了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呃 踊跃的用呃英语来提问 给 马尔滨是这个 ASOPS系统的这个专家 他有比较丰富的ASOPS装机 维修还有呃呃培训的经验 啊等等等等 然后很多实验呢可能需要这个重复频率非常的稳定 呃以及比如说这个 呃 激光器的重复频率和外界的一个参考之间有特定的这个相关关系 呃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激光器的重复频率锁定 一般呢是一个这样的结构啊 把这个重复频率通过一个锁箱电路锁定到一个呃 外部的参考啊 假设是一个实照的一个舍平参考 那重复频率锁定呃 更具体来说我们期待一个什么效果呢 呃 首先 我们 我们的锁定方案会是探测这个重复频率的高次斜波 啊比如说一百兆赫兹的高次斜波一个G合资 呃这样可以呃减小这个探测这个过程中引入的这个相位噪声啊 也就是说它的见向精度更高一点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相位啊 让让这个呃激光器的相位噪声更低 锁定后的然后呃 对于短期对于短期的这个噪声来说我们是刚才说的 锁它的高次斜波那锁高次斜波当然也有问题就是 它的呃 红频的相位在呃 每一次呃 比如说开关他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呃 他和这个比如说这个射频性化是10兆 然后他变到100兆作为参考的时候 他可能和这个一个 某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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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呃 一一记的这个呃 领点来重合所以他的可能会有一个呃 offset在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叫做机频锁定 呃 所以我们的方案可以是两级锁定的一个方案 首先我们把这个红频锁定到呃 用他的机频来锁定 机频锁定的好处就是刚才说的每一次每一次的这个锁定 它的出尺相位是一定的 然后呢我们再很快的切到这个高次斜波锁定 这样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这个相造指标呃 呃 当然这个 就是这边可以做机频锁定 呃 这个参考是10兆 然后他的十倍频100兆作为这个整个激光器的一个参考 然后先做这个机频锁定 做完机频锁定以后我们很快的切到啊 这个开关我们一般使用软件控制 切到这个呃 一个G的呃 高次斜波锁定 呃 当然这边的参考频率也会变到一个G 然后呃 呃 优点就是刚才说的 机宝石它的每次重复的这个出尺相位 又保证了啊 高次斜波的这个更好的相造指标 呃 那刚才说了这个 很多东西可以是通过软件来操作的 不必要在这个激光器的呃 液晶屏上来控制 那软件呢 这个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呃 这边可能字比较小 呃 看不太清楚 大概说一下就是它里面包括了激光器的呃 温度设定呀 包括了它的呃 开关机呀 包括它的放纳器的开关 锁磨的开关 以及重复频率的设定 呃 就是可以调重频率 然后 呃 对 大概就是这些包括了这个呃 重复频率的锁定的一些PID的参数 等等等等 对然后最后 这个软件我们 后面还会讲到它可以扩充到扩展到这个呃 呃 两台激光器锁定的这个ASOPS的方案上 那怎么来评估锁定后的这个锁定质量 一般我们会去 呃 比较呃 就是锁定后这个重复频率和 摄频参考之间的一个 相位 噪声啊 或者说时间抖动 呃 这边呢 我们 因为呃 见像方案的不同 可能 它的呃 时间抖动啊 会有不同 如果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锁定质量的见像方案 我们可以做到 呃 小150个V秒 在 在这个 呃 一定的积分范围内 然后 如果是用更好的这个见像器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更好的这个时间抖动 刚才说到了这个见像呢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见像和锁定的这两个单元 呃 左边这个这个盒子呢 它是一个索向电路 集成了 呃 比如说是有 呃 刚才的探测器 呃 包括 见像器 就是普通的见像器 以及呃 一些PID 呃 这些 等等等等 在里面 呃 那右面这个呢 是一些更复杂的见像方案 比如说这个 呃 平衡的 呃 呃 呃 光微波这个探测器 就是 如果我想让 这个 光和这个参考之间的 呃 他的 看命机器或者说是 呃 时间抖动或者说是香味噪声 呃 更小的话 我们可以选这个 我们可以选这个 光PD这个选项 呃 另外呢 比如说我想同步的是两台激光器 我还可以选这个 平衡 呃 嗯 不相关的这个探测器 同样的 他的 呃 见像的这个香味噪声会更小 呃 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想锁定到一个特别的一个高四斜波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一个G 那我们想锁到一个几点几个G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呃 嗯 孔屏探测器 我们叫做孔屏探测器 实际上他的里面的探测器的这个带宽更高 然后呃 对 主要是带宽更高 嗯 OK 然后说完了这个一个激光器的锁定 然后我们下来啊 就把它啊 扩充一下 扩展到这个两个激光器啊 就是两台激光器的同步 呃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呃 一步光学采样的一个框架 呃 这边呢 举了两个呃 相对典型的一个一个呃 方案啊 首先这边有一个 master slave 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锁定方式 就是一台激光器 它作为啊 主激光器 嗯 呃 主激光器 然后另一台激光器呢 呃 给它锁到这台激光器的重物频率上 它的重频锁到另一台重频上面 呃 这一台呢 就叫做重激光器 呃 这个方案的特点呢 很明显 就是这个 呃 重激光器的 呃 稳定度啊 完全受限于这个 主激光器啊 然后缺点呢 然后缺点呢 就是呃 他们俩 这个 这个重频都是在 都是在飘的 但是 当然是飘的是一样的 或者说他他他们俩都在变 但变的是一样的 呃 所以 所以 长时间的话 他们俩都在 都 都是在时间上来慢飘的 可能会有 对有一些应用会 会有一些影响 那 另一种可能现在用的更多的方案是 就是把两台激光器从啊 同时锁定到一个 呃 射频参考上 那 这种方案呢 它的 特点就是 两台激光器同时获得了这个 射频参考的一个 啊 稳定度 然后呢 这个射频参考一般是一台 呃 原子钟 呃 那这样的两台激光器的重复频率 都是 不飘的 都是稳定的 呃 关于锁定呢 实际上 还有 呃 就是 有一些 呃 差别 普通的锁定呢 我们就是把重复频率锁定到一个参考上面 啊 那这个 他们两个这个相位是 是完全一样的 那 还有另一种呢 是我们可以在 呃 把这个重复频率锁定到这个参考的 呃 比如说这个是100兆 我们可以锁到100点 呃 100点01兆呀 或者是 什么的一个 呃 加了一个 偏移的一个 呃 频率上面 甚至还可以偏 呃 来改变它的香味 当然这两种方案我们都是可以 来定制的 呃 OK 这边 讲就是 讲这个采样呢 我们 呃 因为这个 呃 呃 这一系列的讲座 其实是顺着上一个讲座 这个太赫兹系统下来的 然后 因为去年 疫情的各种关系 我们 没有来 办这个 一部采样的讲座 然后这个 其实它和太赫兹有个承接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拿太赫兹 正面来 来 啊 把这个呃 线性采样的这个过程来给大家 呃 原理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 这个 蹦浦 呃 它是用一台激光器 然后 加一个延迟线 来当做 呃 来把这个蹦浦光和探测光来 呃 分开 然后来再做一个这个 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动波探测 但是 这种方案 很明显 它的 这个速度受限于这个延迟线 呃 呃 受限延迟线 然后 它的 对 主要是 它的速度受限于这个延迟线 对 然后 它是一台激光器分两路的这种 这种办法 然后这边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呃 常规的太盒子实际光谱的一个 一个 一个原理图啊 因为它也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蹦浦探测的一个 结构 一边是来蹦浦这个太盒子天线 一边经过这个延迟线来 啊 探测这个太盒子脉冲 对 这个延迟线在 是一个 机械延迟线 它通过往复运动呢 来改变这个两个脉冲之间的这个 时间差 OK 我们不想要这个延迟线 因为它 呃 太慢了 然后 我们 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用另一台激光器来代替这个延迟线 呃 这边是另一台机器 它作为这个探测光 那这个原理呢 是右边这个图 呃 两台激光器的重频 我们会插开一个Delta F的重频插 这样呢 这个采样的这个激光器会 呃 相当于我 我 我在这个时间上 一点一点的和这个 呃 分谱光来做一个延迟 然后把这个 最终的这个时间外充信号给它采下来 当然这边在太赫兹里面 呃 这个信号 应该是转化成了一个太赫兹信号再来采下来 然后这个不长呢 是由这个公式来 呃 计算的 呃 对于这个一步采样的这个系统 闷漏有两种解决方案 呃 一个是这个紧凑性的 一个是这个功能多的这个科研性 呃 我们先说这个科研性的 他是 当然这边画的不全 这边是两台激光器 还有一个电穴的机柜在在这边 然后呃 两台激光器是放在面貌板上 啊 然后这个呃 激光器它的呃 输出输功率相对这个呃 领凑型的可能会更高 而且呢 他的 可选的这个激光的呃 波长也好 然后他的呃 呃 同频调节范围 呃 呃 呃 会更大 呃 对 它的灵活性相对来说更高一点 另一个呢 是这个 我们叫ose 我们重点来呃 介绍一下这个ose 系统 呃 这个紧凑型的系统呢 同样它搭 搭载两台激光器 然后 这两台激光器的 呃 100兆的一个重品 然后 它的 啊 输出功率可以到两个都是大于100毫瓦 啊 小于90分秒这边是一个150的一个 一个 呃 例子 然后呢 呃 这个 ose 它 我们还可以集成 啊 刚才提到的这个bccpd 呃 就是光学互相关的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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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关的这个奸向器 这样呢 可能在一些应用里面 它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达到更高 呃 另一个呢 是 100MHz 我们对应 呃 10MHz的这个 额量窗口 呃 重频的 重频差的可调范围 呃 和这个大的系统一样 是从 啊 -10K 然后 下面这些都是 这些软件呀 这些远能控制呀 这些东西 也都是全部集成在这个系统里面 下面就看一下这个 呃 系统在实际里 它长什么样 然后 呃 以及它的软件 是怎么来 呃 工作的 这个提防笔 然后这边我们的工程师他这边放了一台这个ose系统 领透性的这个一部采样系统 然后我们把电脑连到了他后面 啊 这边有个屏幕可以来 也可以通过这个 呃 机器上的屏幕来控制他的 一些参数 频率呀 温度设定呀 啊 等等等等 ose 对 它的缩线其实就是光学采样引擎 然后它的输出口在前面板上 通过这个FCEPC的一个接口输出 然后面板上有这个激光开关的一个指示灯 有这个钥匙的这个interlock 还有一键启动的这个按钮 以及这个USB 我们可以从上面 那取一些数据等等 然后当然它可以通过电脑远程控制这边的屏幕可以复制到这个电脑上 对同时呢其实这边放了一个这个实际上是泰赫兹的一个光路 我们可以把这个呃 泰赫兹天线直接接到啊 当然是要一定一定设定的啊 接到这个呃 ose的这个输出上来去啊 做这个泰赫兹的一部采样系统 这边是一个软件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ose的软件界面 嗯 它可以控制激光器的开关 放大器的开关 可以设定系统的温度 呃 可以设置这个激光器A 就是第一台激光器的这个重复频率 啊 可以设置 它的一个呃 锁定的一个反馈 可以设定第二台激光器的这个重复频率 以及开关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对 然后可以通过啊 这个 另一个菜单来来改变它的重复频率 就是来来来来来设定它的重频差 然后系统里面同时提供了很多这个 这个菜单向来供呃 用户来使用 这边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系统两个呃 这个是大的系统啊大的系统 因为它的参数相对呃 可以选的这个东西多一点 我们把它放出来 然后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列表 一个列表呢是呃 4纳秒的这个时间窗口 对应啊 250兆重频的这个激光器 两台激光器 右边这个呢 是对应100兆重频的激光器 然后分别呢 他们给出了这个呃 就是 那时间上数据点的这个增量的一个不长 呃 比如说这边有0.0级非秒 以及呃 多少非秒 当然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分辨率 呃 只是呃 呃 不只是由这个因素决定的 然后呢 这边给出了这个 谈命记者 两个非秒激光器之间的谈命记者 呃 以及他们重频差的这个调节范围 啊对 需要我呃 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呃 特别是科研型的这个系统 可以组合的这个激光器类型非常多 首先呢 我们有这个参耳的激光器1560纳米 然后还有它的背屏780纳米都可以呃 实现 呃 同时呢 我们还有另一台科研型的激光器 orange 它是参意的这个激光器 它可以输出1040和520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1560 780 1040 520之间啊 随意组合 呃 定制出呃 您想要的这个 泵浦探测的这个波场 灵活度非常的高 然后呢 对 这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呃 它的波场实际上不止这些 因为呃 我们可以加进这个1040 520 这个参与的激光器 那 根据这个波场以及功率的呃 差别啊 这个激光器的卖宽实际上也有一些差别 大致上呢 都是在百飞秒甚至小于百飞秒的这个量级 呃 然后它的功率从啊 百毫瓦 然后这个orange实际上是可以到啊 十瓦的这个量级 呃 同样呢 它的枪长调节范围呃 两兆赫兹这个是对应的 嗯 二百五十兆的冲屏 然后330kHz对应100兆赫兹的这个冲屏 OK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呃 软件界面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呃 操作和它的一个监控 嗯 可能是比较小 我给大家 哈哈 跟着这个它的箭头来来来来来指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点这个out lock 点两个激光器的out lock 让他们自动的来锁定重屏 呃 可以看到这边是在转圈圈 然后检测一些这个设定 然后来进行重屏锁定 他在转圈大概可能要个十几秒 半分钟 然后他会重屏会自动锁定到这个参考上面 所以这边已经锁定 右边锁定 左边也锁定 可以看到刚才没锁定的时候 这两个激光器的重屏是在自由运转 然后锁定后呢 他们就啊 他们的这个相对于这个参考的这个啊 重屏就就就呃 变得非常的细合到一块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来设定他的重屏差 呃 可以通过左上角这边来设定 他会改变一台激光器的重屏差 比如说这边他改变了这个orange 这个重屏差 同样呢 我们还可以在呃 这个里面来来直接改变他的重屏差 啊 这边还有改变他的相位的一些一些呃 选项 ok 好 我呃 我们想重点讲的当然还是这个 这个重屏啊 这个不是这个Asof系统的应用 呃 我们这边呢 举了这个四个应用 有这个超快十一光谱 有太赫资光谱 呃 有 几秒超声的这个呃 检测 还有这个时间分发 当然这个Asof系统不止这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 呃 上一期呃 请到的这个 希望大家五万豪教授的这个呃 双方书的讲座 呃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Asof系统是没有锁这个CEO的这个双方书系统 那他在测距 他在光谱 呃 在这个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上也是 呃 也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呃 那因为这边我们 呃 之前也讲到了一些呃 测距和这个光谱的应用 呃 我们后面可能还要出一些这些 呃 相关的应用的一个webinar 所以我们这边主要讲的还是他在 呃 呃 蹦谱探测在这个材料 呃 材料的这个表征 呃 检测这些方面的一个应用 嗯 以及其实这边有一个时间分发的一个应用 那 这个 这个当然第一个我们讲这个 这个 他在这个实域呃 超快超快实域光谱里面的一个呃 应用 呃 我们通过这个蹦谱光 呃 去先去打这个样品 然后呢 呃 这个探测光和蹦谱光有一个 呃 刚才讲的这个 时间延迟 再去来探测这个样品 呃 然后 因为蹦谱光在这个样品里面 呃 改变了这个样品的某些 呃 光电的一个性质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探测光来 呃 去探测来呃 呃 发现他这个材料的一些呃 变化 相当于是一个对材料的一个表征 呃 那这样的一个呃 呃 蹦谱的一个一个一个 呃 呃 一个方法呢 呃 呃 在这个里面是呃 一个磁性材料的一个探测 那 在这个磁性材料的探测里面 我们呃 可以探测的一些应用啊 也非常多 包括下面这几个 那这几个呃 呃 那非常专业的这个名词 我 实际上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啊 但是 希望 呃 给大家呢 能提供一个视角 呃 因为做材料 呃 怎么说呢 材料表征是一个 呃 我理解是非常 呃 非常比 可能 比很多这个学科 更需要这个 更深入的 材料学的一个一个经验 因为我们做这个 设备仪器的可能 更多的是在光学 电子学这方面呃 来做一些文章 但是呃 对于材料学的支持我们掌握的比较少 好 ok 那这个是刚才这个实验他的探测的一个结果 呃 因为这个泵浦光在这个材料里面呃 产生了这个呃 呃 亚皮秒的这个呃 呃 光升学的一个呃 现象 一个应该是一个 相当于在这个呃 T的这个薄膜里面产生了一些呃 机械波 然后一些超声波的一个呃 非常非常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呃 震荡 然后我们再去用呃 呃 探测光来检测这个薄膜的呃 反射 以及他的一个透射的一个光强 我们来可以看到这个呃 薄膜 他对于这个 光泵浦的一个响应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其实这套系统他是用了1560纳米的泵浦和780纳米的一个探测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同时提供了这两个波场 左边这张图呢他探测的这个呃 呃超声波的频率是在呃 呃 钛赫子大概在4.5个钛赫子 以及3点3点几个钛赫子的这个呃 这个频率 那右边这张图呢他探测的频率在呃 十几个G赫子呃 呃 两个的时间窗口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时间窗口大概只有啊 十匹秒 而这边的时间窗口其实可以延伸到了大概九个纳秒 这个里面两台激光器的重频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0兆核的 也就是说他最大的时间窗口是10纳秒 呃通过这两张图呢我们也是想说这个 呃我们的Asof系统可以提供呃 呃完整的10纳秒的窗口也可以提供这个呃可以在里面设置短的这个更更小的这个时间窗口 那在不同的尺度下我们也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呃 就是对于光的一个光链的一个响应 然后呢 这边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刚才说的Ose 光链采样引擎的这样一个紧凑型的系统 然后从呃 呃Aport就是一边我们输出一路啊 呃蹦浦光 另一路我们输出一个一个探测光 这边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呃双光子 呃 coincidence就是 呃 突然想不起来这个这个词应该是双光子 呃 呃 算了 就是coincidence吧 就是两光子的一个 其实它会关系到双光子的一个吸收 以及饱和的一个一个呃 一个情况 然后通过呃 来检测它时间上的一个呃 呃 在时间上的一个变化 呃 两个光子分开的时候 以及两个光子重合的时候 呃 这么一个变化来确定他的呃 这个材料的一个光电响应的呃时间 也就是他的一个呃 探测的带宽 ok 因为有这个呃 刚才说的双光子 呃 应该是 香肝吧 我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词应该怎么怎么翻译 呃 双光子这个香肝这么一个一个效应 然后他呃 呃 会在两个光子同时到达的时候 产生一个饱和效应 那 在这张图上反映出来呢 就是两光子不同时到达的时候 我这个探测器的呃 呃 响应是在一个最高的一个呃 呃 程度 他的一个光电转化 他的一个探测的这个电压是在最高的一个呃 响应的一个程度 然后呢 在经过这个两个麦宽的这个 这个 时间的这个变化 那他的这个呃 响应的这个 这个 这个电压也会慢慢的变到最低点 也就是达到一个饱和的这个 程度 那通过这样一条曲线 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呃 比如说我们测他的半高宽得到他的这个呃 或者应该这个这个图有可能是一分之一啊 毕竟半高宽测到他的这个时间呃 响应时间 在这呃 在这个材料上 在这个 看这个材料应该是流化纤的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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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体呃 焦体纳米晶的一个材料 然后 在这种材料上面 他的响应时间是在1纳秒 呃 呃 对应了他的一个本征的一个呃 呃 呃 外宽是在大概0.55G赫兹 这么一个速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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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我们刚才举的这个 其实在在在在这个其他的材料里 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T材料 T的这个薄膜以及这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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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样品这个合金或者是晶体里面的这个例子 他就已经说明了我们这个 这套一部采样的系统 他可以支持的带宽 不只是在这个 G赫兹左右 可以到几十个G赫兹 甚至泰赫兹 甚至几个泰赫兹 甚至可能更高的一个 这个 响应速度 OK 然后 对 然后我们 我们如果 我们用了这个 光学一部采样系统 比传统的这个延迟线的这种 公布探测系统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这个延迟线的系统 可以在 几秒钟几毫秒内完成这个 可能用一个delay line 用一个延迟线要 要测几个小时的一个这个 工作 非常的 节省时间 而且可能 不光是节省时间 也许对一些慢变的效应 也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 频率作用 那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用我们这台 OSE的这个客户 它是 应该是图宾跟大学 都图宾跟大学的 一个一个组 他们给我们的评价 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 非常感谢 闷楼的这个 OSE的系统 他们可以直接来开始这个 他们这个材料的这个光电 响应时间的这个研究 然后呢 他在我们这套系统 紧透的这套系统 在一个19寸 占优的机柜里面 满足了 他这个一站式 风浮探测的这个要求 而且是光纤的一个 全光纤的一个偶合 拉到他的实验平台上 非常的方便 OK 然后下一个 就是这个泰赫兹光谱 那泰赫兹光谱呢 实际上我们 可能很多听众都 都了解啊 我们还有另一款产品 叫Telra Aesops 那实际上就是Aesops 和泰赫兹光路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Telra Aesops呢 是其实就是这样 这么一个结构 主机呢 他用两台激光器 代替了一个延迟线 用一台激光器 代替了延迟线 来做这个 接收天线的这边的 这个探测 泰赫兹的光路 还是这样的 一个发射天线 一个接收天线 然后在数据采集 和这个处理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会加一些 更高速的这个数据采集 以及这个 电信号的处理 这样一套系统 那这样的一套 Telra Aesops系统 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它的带宽 可以到4.5个泰盒子 然后它的动态范围 可以达到大于70个dB的 这么一个动态范围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扫描时长 可以扩充到10个纳秒 那普通的 我们的泰盒子水光溝 它的扫描的这个窗口 最大 大概在 对于Melo的系统 我们最大可以到850p秒 或者乘以2到1700p秒 1.7个纳秒 最大是这么大一个范围 那如果用了这个 Telra Aesops 它可以到10纳秒 甚至大于10纳秒 比如说我们用两台 50兆 80兆这样的一个激光器 我们的重品可以定制 那它的这个扫描窗口的这个范围 可以更大 这样呢 可能会对 呃 某些实验 一个 某些这个 通过探测 或者是一些泰盒子的这个 实验有更好的一个 呃 更大的一个优势 另外呢 当然是这个速度上面 呃 普通的泰盒子水光比 它的扫描速度 大概都是在 最快的时候 在几十赫兹 最高可能百赫兹 啊 这么一个量级 那如果用Aesops系统呢 我们可以达到大于600赫兹 啊 甚至可以到K赫兹 啊 这么一个快速的一个扫描 另外呢 呃 当然我们还可以定制 其他货场 比如说 呃 780纳米的一个 呃 光的输出 那这样 也许有些应用里面 我们可以用 这个780 啊 或者1560 我们来做光梦图 然后再去用 呃 泰盒子信号来做探测 光梦图太赫兹的这么一个探测 也是 呃 可以集成在这样的 Tero ASOS系统里面 对 那这个 刚才忘了说 这个系统 它的这个 呃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性能 当然不如 呃 传统的这个太赫兹 水光普仪的带宽和 啊 动态范围大 但是 呃 在结合了它的 快速扫描 呃 以及大的时间窗口等等优势以后 还是可以在 比如说泰赫兹成像 以及 呃 一些其他的一个 呃 需要 需要更快速 以及需要更大时间窗口的这么一个应用里取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第第三个应用 接下来的这个应用是 门楼 呃 和这个 高兰呃 戴尔夫特里工大学 呃 这个 呃 一个 小组 来进行了一个 研究 呃 这位 呃 这位教授 他买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Asof系统 他要 他想做的是什么呢 他想做的是 是对于他的这个 一些样品来做一个 呃 相当于是无损检测的一个呃 应用 同样的呢 这个结构还是一样的这边 呃 还是一一边蹦谱一边探测 然后 有这个 触发以及采样的这一部分 这边就是他的一个实验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原理 那这边实际上他是一个 呃 薄膜的一个传感器 呃 一个微型的薄膜传感器 可以看到他的体积非常的小 他的薄膜的厚度也很小 一层33纳米 第二层82纳米 呃 呃 对 然后非常的薄 呃 那 这A和B这两个图是呃 它的区别在哪里 A图它是没有经过退火的这个 这么一个薄膜 这个没有经过退火的薄膜 它中间有 一可能会有一些呃 硬力产生的一个呃 薄膜和薄膜之间的一个缝隙 那经过退火可以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这个缝隙的 的话呢 这个薄膜传感器 它的 它可能会漏气 然后影响它的寿命和使用等等 呃 那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Asof 系统 用用在这么一个呃 呃 薄膜传感器的呃 呃 检测里面 它的原理呢 是这样 它的动土光首先打到这个薄膜上面来产生这个超声波的信号 然后这个呃 超声波的信号 会在这个薄膜之间震动 呃 引起呃 引起呃 呃 形变 呃 呃 然后呢 这个形变呢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探测光来 来探测 呃 探测它的反射信号 这个形变呢 会 反映到这个探测光的这个 反射率上面 那最后我们相当于就可以把这个超声波 或者说它这个形变的频率来 来 测出来 那在这个实验中呢 它 呃 上面这个这个图是在 呃 呃 这个这个起伏比较大 然后 它的呃 频率比较小 这么一个信号 呃 是在没有经过退火的这个伯膜传感器里面 那它的对应的频率大概是在20个计核子 然后呢 经过退火以后 它的这个 这个 薄膜呃 呃 这个缝隙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粘合 然后它的呃 呃 呃 或者说是 嗯 超声探测 或者说是 Bump 呃 利用两台激光器的这个ASOPS系统 这个Bump 探测是一个 呃 非常好 而且我我我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不二人选 嗯 然后这边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应用 呃 时间 现在是还有还有两分钟 我很快的把这个应用讲完 我们就进行到这个呃 问答环节 呃 最后的这个应用呢 就是 我们叫做时间分发系统 那这个时间分发系统呢 它会用到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 在德国的呃 VSL 这么一个天文呃 天文台呃 呃 做的一套系统 它可以啊 把一个主持中的信号分发到 啊 不同的 这个 客户端 呃 比如说在 呃 在这个 结构里面 我们呃 一台这个 主的这个 震荡器 它是一台啊 就是一台飞秒激光器 他通过 他同 首先同步到一个摄频参考上面 然后呢 再把这个 脉冲信号 分发到各个站点 啊 比如说一边 我们可以发到这边的射电望远镜2 上面给他发一个秒脉冲的信号 通过一些转换啊 啊 然后给这个射电望远镜1 发射一个 呃 把这个时间信号 同步到它 变到这个射频信号 那比如说 给这个 呃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系统 呃 发射这个 直接的这个光片系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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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信号 就是把这个 这个欧姆就是这个主震荡器的这个 光迈充信号 和它 这个站点的光信号 同步起来 呃 另外呢 比如说还是这个射频信号 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 微信导航 研究定位系统里面 啊 有非常多的应用 那像这种的 呃 应用 我们可以在同步射电望远镜 呃 比如说 他们这好几台射电望远镜的同步 以及比如说像加速器的同步 呃 等等等等 这些实验里面 呃 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当然这边 呃 会用到这个 这个 方线上的这个补偿 以及 在本地的 刚才提到的包姆PD BCCPD 这些啊 呃 更灵敏的见像方法 好 那我 呃 内容就讲完了 然后 呃 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啊 就是我们先说了 为什么需要 锁定 或者同步这个 对面激光器的 从屏频率 因为它有短期的这个抖动 啊 以及长期的这个 飘移 然后我们去想要它的这个飘移和抖动 啊 达到一个更稳定更好的一个更低的一个水准 那 这样的系统呢 呃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呃 呃 采样 超快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 这个 光频啊 光光的采样 那 第二个呢 是我们讲了这个同步的方法啊 比如说我们要射频锁定 啊 然后 我们会用到 啊 基频和 呃 和这个 高次协波锁定 然后 更更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用 呃 其他的这个相微探测器来 呃 做到更 更小的这个相微噪声的这个见像方法 也就是说最后的锁定结果 呃 最后呢 我们说了两台激光器之间的呃 锁定 它 可以做这个ASOP系统 我们说了这个紧凑性的系统 以及这个灵活的科研性的系统 这两种系统 最后我们讲了几个在啊 这个ASOP系统在呃 主要是在材料表征啊 还有这个时间同步上这个应用 好的 呃 感谢大家 然后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其实还是鼓励大家如果有 有这个 呃 比较高深的问题 可以用英文在评论区里 向 呃 Martin博士来提问 呃 他是这个ASOP的专家 哇 我看到已经呃 已经 呃 马上已经在 在回答很多问题了 然后我 我 我再来看一下 呃 因为我不知道有哪些问题 呃 我们的专家 已经回答了 呃 我就 我就挑着 挑着 呃 说了啊 第一个是假设利用两台信号发声器 是不是可以产生一部采样 呃 上面来发声一些 比如说像刚才动物探测呀 比如说像 假定测距呀 或者是光谱呀 这些东西 我们想在 光学信号上来产生 而不是通过两台信号发声器来产生一部采样 呃 呃 是否可以利用两台任意 非秒光屏 书 进行一部采样 我觉得原理上是 可行的 当然 呃 两台光输锁定到一块就是双光输的硬件 呃 后面的这个 这个 数据采集呀 这些东西还是 呃 我们可能要移植一下 呃 这个 我们的Asox系统里面的这一套这个 这个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这个 系统 原理上是 就是 主要的硬件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激光系以及锁定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CEO锁定呢 当然正好 呃 请问问路的一部光采样系统中 如果偏频部所飘移 飘移量如何 呃 我觉得这个 问题 实际上是在问就是CEO的 飘移我 我理解没有错的话 因为我看没有说到应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CEO的飘移 自由运转的情况下 呃 应该是每天可能是在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 照合资量级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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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 呃 当然是在 呃 实验室恒温的条件下 呃 有什么方法用单光输也能实现一部采样 呃 有一些方法 我 看到过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 就是用 用一台激光器 或者是单光输 呃 然后做一些调制的方法 呃 也能实现 呃 一部采样 当然 这个里面 还是 呃 同样的 还是有速度 噪声 呃 实现的复杂程度 这样的问题 我对单光输怎么 呃 就是更具体的这个实现一部采样的 呃 方法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 怎么说闷路也没有也没有用 一台光输实现一部采样的这么一个 系统 呃 但一台一台激光器产生 呃 一部采样 怎么说 像 呃 他说的实现一部采样 呃 呃 就是标准版的实现一部采样 就是标准版的实现一部采样 呃 我们用延迟线来做的这个 也可以算是呃 一部采样 但是 他他实际上 名字上可以说是一部采样 但是他实际上 不是两个 呃 怎么说呢 不是这个 实际的两个光信号 是一个光信号 分成两路 所以他 有很多的限制 在选择一部采样的重频差是有什么限制 这个我可以回到 开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我们的系统 呃 可以达到 呃 正负10k的这么一个重频差的调节范围 那 限制呢 对于对于这套系统来说 他的限制实际上就是 啊 重频差你不能调 呃 大于 呃 正负10k 呃 或者更更大一点 可能会稍微超过一点这个边界 但是不可能 你可能调100k不行 呃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限制 然后 呃 在 实际的这个信号处理里面 呃 可能这个对重频差的这个 呃 选定还是要根据 后面 呃 的一些 啊 采样的速度呀 或者是 呃 数据处理的速度 我觉得主要是可能跟 呃 会和后面的这个采样 呃 有关系 请问 贵斯 一部采样的出发装置是电学出发还是光学出发 这个可以选 呃 呃 默认我们可以是电学出发 但是如果是 呃 您需要光学出发 因为可能有些客户需要光学出发 因为这个 时间分辨率 所以 也许电学出发会数 会限制这个 时间分辨率 他想要光学出发 我们可以用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bccpd 这个bccpd 它是就是一个光学出发的一个呃 呃 相维探测器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呃 光学出发 一部采样的最短时间间隔是多少 在不锁重频的情况下 有可能实现一部采样吗 呃 首先我觉得不锁重频 不能实现一部采样 因为 呃 我 我 我对这个实际的这个 经验不是特别错 但是我觉得可能它的 没有人这么做过 然后它的呃 重频的变化会 过大 或者说它的台面机会过高 导致没办法 听确的 首先没办法听确控制这个重频差 的一个逼近 呃 二一个是它的 它的这个两次的这个采样 会因为噪声而重叠 然后最近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重频差的呃 那它的数据的这个最短时间间隔是在 呃 0.0 呃 250兆重频的时候是在0.016 非秒 100兆重频的时候是在0.1 非秒 实际上这个重频差 它 我记得还可以射到更低 但是很可能射到1赫兹 或者更低是没有呃 太大意义的 对于大多数这个应用 啊 也就是说它的 理论上它的这个 这个数据增量点 也就是这个呃 呃 食欲的 间隔可以到 呃 0.1非秒 0.016非秒 但是 我们在做这个采样的时候 还是受限于 比如说 麦宽 是啊 还有这个啊 啊 排名 排名基层 呃 这些影响它的 嗯 最后采样的实际分辨率的这么一个 这个因素 嗯 哦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分辨率 请问 一部采样里 激光 麦宽大于 食盐增量 会影响 采样的分辨率吗 是会影响的 呃 当然会影响分辨率 就是 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麦宽 大于 呃 食盐增量 那 那那那 那采样的这个分辨率就受限于麦宽 以及 还有这个时间抖动 这些因素 而不是 再是这个 时间 增量 嗯 同频差最低可以到 我记得可以到 0.1赫兹 随便写的是1赫兹 但是我记得是可以到0.1赫兹 但是我记得是可以到0.1赫兹 采集卡的位数不影响采集的话能满足最低位数是多少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 一般我我们的比如说在 在 250兹的这个系统里面 他的 呃 我不说位数啊 位数应该是和带宽可能是对应的 他的带宽也要 是250兹或者更大 就是 采集卡的带宽最好是能 呃 大于这个大于等于这个重频的 大于等重频 韩尔激光器目前能做到1G重频吗 可以做到1G重频 呃 之前 之前的 webinar 其实做那个激光器的webinar 我 我也提到过一些这个 就是menlo就可以做到1G 但是 基于一些可能应用 还有呃 成熟度等等 很多的考虑这个1G的 产品我们也 呃 呃 还是没有发布 还在实验阶段 呃 一部采样 泰赫兹水光谱 采一个周期需要多久 采一个周期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重频 重频差 呃 重频差是他的呃 采样的速率 那他的呃 倒数那比如说是1K 那他的采一个周期就是1毫秒 二十五纳秒的上升颜我我 二十五纳秒的上升颜是在哪我 呃 因为我们一般的上升颜是写的 小于10纳秒 我不知道 他说能触发干净吗 会影响后面的 相位分析吗 这个当然还是 呃 我 我不太清楚这个 这个数据从哪来的 如果呃 嘉宾看到这个 问题可以再评论去回答一下 科研型1550一部激光器也需要这个机柜吗 需要就是科研型的是需要这个机柜的 科研型的是是有这个机柜的 然后那个紧凑型的把这个机柜做到了那个机箱里面 就是小的那个19分3U的机箱里面 把这个这些东西全部集成进去 ok 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我看到可能下面Martin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非常感谢Martin 然后呃 因为他是这个ASOPS专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呃 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体验 然后这些呃 提的所有问题 我们最后都会通过邮件或者是呃 电话微信等等方式给大家一个书面的一个准确的解答 呃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然后今天的这个webinar就到这里